這60宗個案裏面有3宗是輸入性個案 分別是杜拜、克斯坦和美國過來的個案 另外有57宗本地個案 其中21宗是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另外36宗是跟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我們留意到錦平街的東法大廈私座 在一個需要強制檢測的大廈 我們較早前做了強制檢測的通告 發現其實他們多了一些個案 到現在有8宗確診個案 但我們手上都有5宗初步陽性的個案 變成總共加上臨時確診個案 有8個單位 有13位人士 另外今天也有比較多的大廈 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通告 包括有兩個單位受影響的大廈 就是屯門蝴蝶村蝶二樓 土瓜灣馬坑道的長雲大廈 何文田村的倚文樓 黎木樹村的桃樹樓 加湖山莊麗湖居九座 東稀苑華西角 這些都是暫時我們找到的地方 當然也要再確認之後才會出 強制檢測的通告 另外還有一些在油麻地旺角的指定區域 即一宗個案都要出強制通告的 就有東安街的順安大廈 碧街的上海大廈 和上海街的434號 在佐敦的強制檢測範圍 都有一棟的就是文英街的文景樓 另外之前我們在柴灣豐華村曉豐樓 都搬遷過一些單位的居民 他們都快要接近檢疫的尾聲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做多一次的強制檢測 另外在這些個案裏 我們都留意到 有一個地方是在紅磡的永明燭店 都有比較多的工作人士 就是在那裡留棉、廚師等等的個案 當然有一些都是送去檢疫中心之後才確診 現在我們手上有六個個案 加一個初步陽性的個案 那六個個案裏面 有四位都是家庭成員 所以可能都是群組的傳播 都在那個足店裏面都傳播 我們都呼籲市民 暫時我們就未知道有市民 說是去了那個足店而確診 都呼籲市民如果最近去過這個足店的話 就請他們盡快接受測試 我們其實那個足店 已經在第一個個案之後 都已經叫他們刪除了 以及叫其他員工做測試 那發現有些個案的時候 我們就整個足店的十多位的職員 都送去檢疫中心的 不客氣 就算了 全部阿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